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看天下,这一条片想跟大家讲一些国际的新闻 接下来,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工业大国的领袖将会大执位 默克尔和菅义委100%了,他们讲了不做了,一定会下台 究竟什么人上台的政策会是怎样呢? 我接下来就会和大家一起去探讨一下,而这一集先集中讲一下德国的大选 进入这个正式议题前,希望大家记得支持我们和理看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记得按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一有新片,我们很大机会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 为什么说很大机会呢?因为有时Youtube又不推播的 另外如果有广告,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言归正传,9月26日德国就大选了,东德婆、默克尔肯定不玩 如果以往来说,默克尔所属的基民党,他的党魁多数会成为总理 但今届相信的情况就会有变了 本来过去七十年,中间偏右的基督教民主党 简称基民党,他们管治了德国五十年 七十年之中他们管了五十年 而其中东德婆、默克尔一个人都做了十六年 他们这班人绝对是德国最大和最强的建制派 但现在还有22日,基民党的支持率仍然持续下跌 8月21日的民调显示,基民党的支持率只有22% 而基民党议员也私底下和《金融时报》訴苦 说他们自己的议员的席位恐怕无法做,连任不了 哪个党能够追贴基民党的呢?就是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社民党 社民党的支持率达到24% 你就可能会说,差两个百分点很平常,不差也不止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德国是保守的国家 长期执政的政党,如果现在是这样的表现 是不单止一个警号那么简单,简直是一种侮辱 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那个年代我有讲师 德国人和英国人都是一样的,不轻易改变的 选举很少有戏剧性的 执政党现在这样的成绩,即是选民已经有很大的决心 放弃他们了 那为什么基民党又搞到现在这样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密克尔的接班人拉赦特非常不行 这个拉赦特今年60岁,一开始他的支持度已经不高了 他也没有个人魅力,不过还好 德国自从出了希特拉之后 对政治领袖的个人魅力是非常顾忌的 宁愿信任那些稳稳阵阵的中间派 所以你越平和,越不得罪人,就越容易上位 但是这个拉赦特偏偏令德国人特别没有好感 最糟糕的是什么呢? 就是早前是德国大洪水的? 损失都挺惨重的,还死了人 而这个拉赦特去巡视灾情的时候 竟然不恰当地对着镜头大笑 结果他的支持度就马上插水了,上不回去 这个本身就已经不讨好的拉赦特 一旦跌入了一个叫做黑人真政客的陷阱里面就麻烦了 什么叫做黑人真政客陷阱呢? 是这样的,跌入这个陷阱 原来你无论做什么都会被人骂的了,都会被人嘲笑的 例如他去灾场那里去巡视,他没有穿水鞋 同时他在竞选活动里面吃雪糕 这些通通都被人批评的 大家想想,如果公众对你有好感的话 你竞选活动的时候,你吃雪糕 这些叫什么?叫做亲民,叫做有型,叫做有信心 你不穿水鞋,如果公众对你有好感 就叫做不怕整湿对名牌的皮屈,穿着灾情 但如果你黑人真就不同了,那些选民就会批评你了 说你去巡视之前,没有做足准备功夫 对传统的德国人来说,如果你准备功夫做得不好,做得不足 是低能的表现,低能的领袖又怎样可以支持呢? 而另一个令到基民党的势弱的原因,就是受累于默克尔 因为默克尔执政期间,其实根本都没什么令选民真正受惠的政策 即是政策上,基民党其实没什么得到分的 但选民一直支持这个基民党,其实是支持默克尔 而默克尔为什么可以做到16年呢?最大的原因 就是他本身没什么杀伤力 四平八稳就完全符合了德国那种联合政府,执政联盟 这种要求了 选民就不觉得默克尔特别很聪明的,但就觉得他适合 觉得他可以接受 好了,为什么今次这个社民党又可以追到 按贴,民调可以追近这个基民党呢? 原因是这样的,就因为他们推出过候选人 舒尔茲,这个就聪明很多了 这个舒尔茲有什么聪明呢?不是说他聪明的 原来他就是学足默克尔那样,无论如何和默克尔的基民党对敌都好 他都表现出很冷静,很务实的,他就避免让自己出位 尽量让自己很低调,营造出一种他自己已经是总理 这么审慎的,当正自己是总理 德国的报章甚至形容舒尔茲,说他是机械人 但这个舒尔茲不为所动,都不理你 结果舒尔茲的个人支持度就去到50% 而拉赛特就只有25% 不过这样,德国总理就不是直选产生的 否则,这个舒尔茲已经是总理了,一定赢了 而且,舒尔茲也是疫情之后 欧盟7500亿复苏计划的主要推手 所以他的民意就更加得到好评了 这些就是不扮力而成功之道 但舒尔茲也不是没有死穴的 他的死穴就是他比较左傾,比较福利主义 例如他建议德国的最低工资 由9.6欧元上升到12欧元 这点令很多游离票都害怕的 怕他最终影响到德国的经济 除了基民党、社民党之外 还有什么德国政党是比较重要的呢? 这个就是绿党 最新的民调,绿党有17%支持度 其实也不算很低 本来绿党的气势可以更好些 可惜他推出候选人贝尔白克女士 竟然被人发现他学历造假 令到选民对他极度失望 这些事在香港 郭博士、柯议员那些 他们都这样做的 都没有人敢出声 有什么人敢出声? 但是德国的不同了 德国这样学历造假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绿党17%的贴票之外 很难再升 所以现在拉赛特被人觉得没能力 贝尔白克女士被人认为是骗子 于是令舒伊兹的支持度跑出 就是这样 来到这里,9月26日德国大选 就算各个党得票的结果 与现在的民调完全一样 但结果是组成什么的联合政府 仍然很难以预测 因为德国选举制度的最大特征 就是容易产生联合政府 整天都是执政联盟 德国人一直怕出现一党独大的局面 所以设计了现在这些制度 所以选举之后 胜出的所谓第一大党 他必然要跟其他党派合作 组成联合政府 到时仍然有很多很多变数 即是怎样呢? 打个比喻,A餐就一定有了 第一大党 但A餐拼C餐 或是A餐拼B餐 再加上E餐 然后组成联合政府 现在没人知道 理论上联合政府应该是理念相近 但偏偏每一个政党 各自有一些政綱相近 但总是会有一些理念 死都不肯妥协 到时就一番讲素 所以结果是很难预料的 好了,最重要的问题 是德国以后的执政联盟 会和中国发展一个什么关系呢? 大家都知道 密克尔是一个在金相面前 是不敢大声说话的女子 当然了,我也明白 密克尔当家 当家很惨的 我也明白她有苦衷 不过她那种畏惧中国的态度 真的令到很多德国人不满 德国的民调机构Forsa Forsa近期做了调查 原来58%的德国人 就认为应该对华强硬些 应该积极捍卫德国利益 即使德国的经济受损也不介意 19%的人就认为不应对华强硬 17%就认为不影响德国经济 就赞成对华强硬 这些很明显 人人都知道不影响德国经济 多数会赞成的 这些意义不大 但这也看到德国人务实的一面 所以稍后 德国的执政联盟对华的立场 表面上都会对华稍为强硬些 为何说表面上 就是现在还未知道什么组合 不同组合的立场一定会有些不同 例如绿党加入政府 对华立场就会强硬很多 但问题又来 就是原本德美的关系 近半年相当好 现在密克尔和拜登的关系本来好 跟密克尔和当年特朗普完全不同 德国开始小小胆向中国说不 谁知道现在拜登阿富汗撤军大脱落 令到欧盟大失信心 所以是非常有可能令到德国又缩回去密克尔年代 于是见到今上不敢抬起头 不敢大声说话小小声 所以极有可能德国又回复以前 国内就尽量淡化反华民意 继续听今上的话 不过又这样 德国近期又出现了一些提防申希特拉的声音 大家明白了 申希特拉 所以德国的民意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又是不知道 不过一句总体而言 如果没有太过分的事情发生 那中德的关系大致上 就算换了新一届的联合政府 那个情况相信都差不多 来到这里又是那句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和利看天下 我们有Patreon的 Patreon的link在这条片的后面 请大家多多支持 拜拜